唐三越级单挑魂斗罗杨无敌 收服破之一族 三哥 破之一族的人来了 会客厅内 果然多了一名气息强横的人 老山羊 我给你介绍个小朋友 老星星 这是我们四族的聚会 我不希望看到坏人 牛糕忍不住开口了 我是老山羊 还是老样子的 老星星带来的 那一准不是外人 你今天这走 还不是五魂殿那些妄疤 上三宗被破 五魂殿又要召开七大宗门的重选大会 我所在的那座城市中 有原来七宗的下四宗之人 他们应该不知道 我们破之一宗五魂殿的仇人 竟然来找我 让我加入他们的宗门 你们要当我是兄弟 我们就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宗门 好好和五魂殿拼上一场 我最近一直在联系兴罗帝国 老山羊 我们哥几个的想法 看来是不谋而合了 不过老星星我 对兴罗帝国那边 可并不看好啊 我跟老犀牛老白鹤 已经商量过了 准备一块到天斗城去 我们准备建立的宗门 名叫唐门 这不嘛 我刚要介绍宗主给你的人 你说他做宗主 这个鲁羞未干的小子 谁跟你开玩笑了 唐三不但是我们唐门的宗主 而且他还是主人的儿子 你说他是唐浩的儿子 屋敌狠狠地瞪了唐三一眼 猛地转过身朝外面走去 你们都想浩天宗妥协了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听我说 你就这么信不过 咱们这些老兄弟吗 让杨某留下也行 先让那个叫唐三的小子 滚出去 妖敌前辈 我们打个赌入行